《冉冉》 《冉冉冉》 好 好 好 地方邻居们 别吵吵 藏私房钱的 笑啥笑我 他这老爷们笑啥 你没藏过私房钱呢 赶了好长时间了 也不知道多少 我叔叔 两千 陈日范 陈日范 打的我回来你这么慌呢 我不是慌 我是张 慌张 不是 我是说张 咱这客厅太张了 应该收拾收拾 你不去小姨家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呢 别提了 我去了才知道 今天是人小姨和小姨夫的结婚纪念日 我才不当那电灯泡呢 对对对 我是不是回来早耽误你事了 你当我啥事啊 是不是背着我长四房钱了 哎呀没有啊 别动 我不动 别动 我绝对不动 赶紧给我说实话 是不是背着我藏私房钱呢 哎呀媳妇我要背着你藏私房钱 我就不是人 这话说的没毛病啊 要是敢背着我藏私房钱 我肯定把你打成不是人 哎媳妇你抱了个啥呀 哦这个呀 这是小姨夫送给小姨的结婚纪念日礼物 小姨不稀罕 说给咱儿子留着玩 给咱儿子 啊 这么大个玩具 咱儿子看见不得吓哭啊 快给我吧 过来求一下 你不不让我动吗 这样你听话 行了我赶紧看儿子去了 还要哭了 哎呀吓死我了 哎呀这两千块钱 哎呀这对我得把它藏起来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给它藏着 西方邻居们大家好 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 你说啊 要是给人家礼物给出去了 再往回要 是不是有点小气啊 不是小气 你说今天我和我媳妇的 结婚纪念日 我送给我媳妇的礼物 她送给二米粒了 这东西倒无所谓 关键是里面有一封信 我不能让别人看见 我得要回来 孙芳 谁啊 哎 门没锁呀 孙芳 我小姨父 小姨父你咋来了呢 刚才二米粒不是上我家去了吗 特别热情 说你有空就上我家玩 后来呢 我有空 你这回访的速度也太快了 都像咱们两家这样来回的走动 世界早就充满爱了 对对对 快坐吧 好 哎呀 二米粒呢 二米粒在屋里照顾孩子呢 哎呀 小姨父你是不知道啊 二米粒自从生了孩子以后啊 母爱泛滥呢 家里的活 大活小活当活众活抢着干 太贤惠了 好啊 哎呀 跟我媳妇你小姨比 她真是太好了 我小姨挺好的呀 你小姨啥也不是 用一个字来形容她的一生 哪个字 懒 你别听我小姨不说 我小姨不懒呢 哎呀 我跟你说个事都吓死你 你说 前两天吧 从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啊 她懒得用刀杀 她给咬死了 活鱼 她咬死的 那后来呢 后来我俩就吃了 你俩没到厨房坐着去啊 她懒得坐呀 那你坐呗 她懒得让我去呀 哎呀你不知道啊 其他的都能咽下去 那鱼鳞呢 别说了 说的我都拉嗓子 今天我又说她了 你怎么这么懒呢 咋了 送给别人一个礼物 一个毛绒玩具 你不洗洗就送人家 多脏呢 对就这个 我拿回去了 哎你站住 等会 等会 不是小姨父 你到我们家来创门 不买点东西就算了 怎么还会 我会要东西呢 我不是要 我是说呀 把这脏 哎那什么 好 好 谢谢大家